MD的血跡 碎裂折斷的球棒 染血的腳印 狹小的餐廳塗倉室內 剛剛上演了一場可怕的暴行 被施暴的男子渾身是傷 送一擊救 就是 狂砍狂殺 回家綺當時的經過 受害者阿國瑜伎猶存 真的是死裡逃生 去年3月 他跟人約在三隻的一間餐廳 商討50萬元的工程介紹費 錢沒拿到 反而被對方射局砍殺 阿國是一間工程行的負責人 二十多年來專門投標承攬合一廠的工程 七年前介紹了天道謀同心會 錦山分會的前會長郭簡春 一起進入了核電廠工程包商的圈子 沒想到引狼入市 工作都一直浪搭 浪到最後 他認為是應該的 郭簡春 綽號春歌 黑幫天道謀同心會 金山分會的前會長 名下有兩家工程行 機械公司 還跟人合開了營造公司 三管旗下一起圍標合一廠工程 如果沒標到 就會派小弟登門得標廠商 收取工程款的5-8% 作為搓湯圓的費用 他是有親口跟我講過 反正這個工程假設是500萬 他標到的價錢是500萬 就要八八給他 就做了他的公關費 跟索尼亞中的費用 合理廠拆除工作 預計25年 費用至少1500億 成為黑幫眼中的飛揚 合法的工程燕子就成為下手目標 阿國被砍之後 更讓他心寒的是 原本應該出來主持正義 打擊不法的人民保母 卻不見人意 所以確實是我被砍 連一位警察都沒有做了一個比例 下去警方靠不住 幸好還有檢察官指揮偵辦 在上個月初特勤隊埋伏歹人 但抓了小的跑了老的 兇案的幕後阻止者 春哥跟紅毛依然在逃 也讓阿國難以安心 請你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